大家好,我现在在天津火车站的海河广场 晚上的七点半从北京坐了半个小时 高铁到这儿的 站在广场上给大家环视一周 斜对面还有世纪中 以及世纪广场 周围的灯光特别亮 五颜六色的 下面的河就是海河 大家看一下 大楼上还有字 天津欢迎您 来到了 海河边上 对面还有音乐会 听到了歌声 对面的大桥是解放大桥 这是海河的 游船码头 看一下周围啊 绿花绿也比较高 准备在这附近找住的地方 酒店的追价 在150块钱左右 找到了特价的 是86 从这边绕过去 就在红色的大楼底下 解放大桥也是纯钢结构的一座大桥 大桥的对面就是世纪中 高度超过了15米 在后面找到了一家酒店 过去半里入住了 找一下全台半里入住 终于找到房间了 刷打 进来 电卡的卡槽 插好 灯都打开了 这个房间是带卫生间的 特别的窄 大概也就是八九平 切换个广角 比北京住的要大一些 价格便宜了不少 把包放下 有电视 没空调 有通风口 押金是100 通风口在这呢 这还有各种各样的用品成人 看一下卫生间 灯光太暗了 看不太清楚 牙刷牙具 马桶 还算干净吧 毕竟 价格不是很贵 这就是我在天津 住的酒店 这是有空调的 在这呢 有空调没电池 也不需要空调了 住宿安顿好了 下楼吃碗面 房卡拿上 楼下就是面馆 打包一份 手工羊肉水饺 可以 准备回去吃 水饺 水饺 到我取餐了 打包带走 回到房间 这就是我在天津 吃的第一顿晚饭 羊肉水饺 放了醋和辣椒 刚煮出来 有点烫 确实是正宗的羊肉 吃完饭之后 洗个澡 准备早点休息了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结束了 就像这一项 那一项 吃的 这一项 就像是 我看了